你知道不到60秒的短影片能赚多少钱吗? 这个频道只是简单的发布风景视频配鸡汤语录 一个月就能赚2万美金 还有这个频道总共就发布了50多部短影片 形式就是简单的空镜视频搭配哲理故事 一个月也能轻松赚2000美金 还有这个,形式和前两个案例一样 文案更短,制作更简单 一个月也能净赚3000美金 而且这些袖子更新速度非常快 通常都是日更 有时候一天还能更新两条三条 这背后一定有不为人知的批量座爆款秘籍 而对于新手小白来说 制作一部影片从选题,写文案,做图,剪辑 做下来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而短雨音想要开通盈利 需要1000订阅加1000万次的播放次数 而CPM一般都会比长影片低 所以想要透过Shorts赚到钱 跟长影片打法不一样 在选队赛道的前提下 必须高频更新 博取更大的流量 以量取胜 所以今天,七七就会分享 如何利用我们团队爆干500小时 打造的Rapid内容营销流量系统 只需三个步骤 一天生产上百部影片的工作流 如果你不想做长影片 不想拍片,不想露脸 但也想在YouTube赚钱 短影片目前来说就是最容易上手 最容易起号的手段 在视频的最后 我还会分享短影片的巨大变现空间 以及2024年普通人快速起号的三个关键步骤 那么废话少说 我们直接开始 首先呢 新手做YouTube选队赛道很重要 要选有流量的赛道 还要尽可能简单 容易批量化生产 这一次呢 就以儿童睡眠故事作为演示 因为这类故事的长视频流量很好 而且目前做短影音的还不多 之前我们也出过一期睡前故事 长视频的制作教程 但并没有教大家如何批量生产 这一次就属于2.0教学 第一步 AI生成文案 写故事总是最让人头疼 但是呢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用AI来解决 实现批量生产 首先我们先来搜集爆款选题 因为选题 无论在任何平台 都是视频火爆的关键 如果每次看到不错的选题 一个个去手动记录 效率太低 这里用到Save to Notion插件 在Rapid系统里 就可以找到相应的安装链接 复制链接到浏览器 直接安装即可 我这边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显示的是移除 如果你没有安装插件 这里的按钮就会是安装 安装好之后 就能够在谷歌的拓展程序里 点击使用啦 点开它的热门爆款选题 每次再浏览到不错的选题 就可以一键将标题 图片亮点这些信息 导入到我们Rapid系统里 对应的表格当中 可以看到之前搜集的选题 都在表格里 我们可以在表格里添加AI属性 比如说影片描述 选择AI类型为Summary 就能够帮我们总结视频的主要内容 因为搜集的是英文频道 我们还可以增加AI翻译 选择类型为Translate即可 翻译的内容可以按需选择 七七这里勾选的是 视频标题和影片描述 最后我们设置一个AI问答机器人 简单描述对文案的需求 我这里写的是以视频标题为主题 写一个500字左右的故事 结尾要奢华主题 完成这些设置后 在文案处点击更新所有 就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选题脚本生成出来 如果对某一个文案不满意 还可以选择对应的单元格单独更新 AI就会重新生成一个文案脚本 如果你觉得这样还是太慢 我们还可以通过爬虫 批量搜集选题 一键导入系统 几分钟就能够搜集一个月的选题 再用上面的流程 一天就能够写出上百条短视频文案 第二步 AI出图 文案有了 我们需要给睡前故事配图 我们可以使用May的Johnny 也可以使用免费的TencilArt Leonardo.ai等绘画工具 这里我们用第一步生成的脚本 一个关于色彩的故事来创作 如果你不会写画面描述 不用担心 依然可以让AI来帮我们 在原本表格的基础上 再增加一个AI属性 让它在文案的基础上 增加一个100字以内的场景描述 可以看到 它瞬间生成好了场景描述 同样点击更新全部 就可以一键生成所有文案的描述词 这里生成的是中文的 我们同样还可以再增加一个翻译属性 将这些描述批量转成英文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将选中的描述词 复制粘贴给May的Johnny 这里呢 我增加了一个迪士尼风格的描述 最后要添加9比16的尺寸 输入-AR9比16 这也是Shorts常用的尺寸 稍等片刻 May的Johnny就给我们生成好了图片 可以看到生成的画面有点杂乱 缺少人物的主体性 那这里呢 我就重新去调试描述词 在原本的基础上 删减描述重点展示出 人物加地点加做什么 再为给May的Johnny等待生成 这里我觉得第一章还不错 点击保存 如果你不会用AI工具 也不擅长写描述词 不用担心 在Rapid社群里面 我们有专门的AI绘画案例库 既有从零到一的新手教程 也有AI绘画的各种技巧 还有大量不同场景的描述词案例 刚刚七七生成的图片 也已经作为一个风格案例 上传到绘画库里 所以如果想要用同种风格 就可以直接去复制粘贴 我已经调试好的描述词 那图片有了 第三步就是视频剪辑 我们打开剪映 导入刚刚生成的图片 点击新建文本 把故事文案粘贴进去 点击朗诵 可以看到有非常丰富的声音库 我们选择儿童百科配音 曾经有一个城市 那里的所有人都是单色的 再选择智能字幕 可以看到逐次字幕 就帮我们一键生成好了 曾经有一个城市 那里的所有人 再调试一下字幕的样式和大小 让它更加醒目 现在只有一张图比较单调 我们可以让MadeJoni 再帮我们生成几张导入进来 再加点特效和动画 整个画面立马就梦幻和生动了起来 曾经有一个城市 那里的所有人都是单色的 最后呢 我们还需要给视频 配上一段合适的音频 直接在简映的音频库里选择就好 资源非常丰富 OK 那一个儿童睡眠故事短视频就做好了 来看一下前面部分的效果吧 曾经有一个城市 那里的所有人都是单色的 有红色的人 有黄色的人 也有蓝色的人 在这个城市里 每种颜色的人都有自己的区域 接着只需要把这个视频保存为模板 制作下一个视频时 只需要打开这个文件 删除旧文案 用同样的方法导入新的文案 替换图片和音乐 就可以批量产出视频 整一个过程不到一分钟哦 我们用的中文字幕配音 同理也能够换成英文 做英文频道 那今天呢 拿儿童故事作为演示 但实际上 这一套方法 从批量找选题 一届生成文案 到AI配画面的工作流 可以应用在各种不同类型的频道 比如说历史故事 名言语录 影视解说等等 这些内容 其实完全是可以批量生产的 在掌握制作之后 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 短影片如何赚钱 短影片呢 其实是当下所有自媒体平台 可以直接流通的硬通货 只需要制作一次 就可以全平台分发 IG 抖音 小红书 那如果是在YouTube做Shorts的话 可以开通广告获利 赚取被动收入 在TikTok 抖音 小红书 就可以透过流量去带货 你看这个完全由AI申请的带货视频 在TikTok上 已经卖出了7万美金的产品 背后的收益一定是非常可观的 那说句实话呢 其实做自媒体不简单 但是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只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七七做内容6年 在TikTok 小红书 YouTube 抖音都快速取得成功 看过上千个成功案例 据我观察 所有快速做起来的人 其实思路都很简单 只需要两步 一 选对定位 二 抄对模板 那现在的AI时代下 有了第三个步骤 就是 AI 提效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三个步骤 每一步自学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走好多弯路 比如太多人告诉你 做定位要从兴趣爱好 擅长的事情出发 太多的理论教学 但是却不给你真正可以直接使用的工具 所以我们的Rapid系统 不仅会给你可以直接使用的定位模板 结合你的个人信息 让 AI 给你建议帮你生成专属定位 还有每月更新的成功案例模板库 从定位 选题 开头文案公式 变现路径 全方位拆解 你再也不需要闭门造车 凭感觉做内容 同时在配套的课程中 还会教你如何找到这么多的对标账号 有什么标准 内容制作的每一个环节 以及如何利用 AI 来提升内容创作的效率 最后呢 也送大家一个福利 超级个体AI时代 内容营销和虚拟产品变现指南 这份65页的电子书 揭秘了普通人赚钱的核心公式 以及一个人也能做的高利润线上赚钱项目 只需要点击描述栏下方链接 就可以免费领取电子书 和报名课程 如果你也想像七七一样 不管在任何平台都快速取得结果 那么这个系统和配套的课程 会告诉你答案 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